這個位置OK齁 好 稍微退一點點 好的 麻煩瘦子 剛剛瘦子提到過 真的 其實很多的事情 欸 做就對了 然後呢 真的 做了之後 還是也沒有那麼難 他剛剛提到過 真的在這個生活當中 因為要完成這個目標 而去搜尋一些很美味的 蔬食餐廳也是單拍的照片好不好 好 那我們這個工作人員 幫忙先把這個小漢堡 食物肉小漢堡跟這個沙拉 我們先收下去以瘦子在這個背盤前方 Discovery一件好事 就地球 世界地球热特寫的背盤前方 我們再來看一下 另外這裡提醒大家 今天有幫各位呢 準備了這個美味的植物肉禮盒 大家會後呢 可以來進行盈取體驗一下 而且呢也歡迎大家呢 一鍵加入一鍵響意 Discovery的一個無肉生 台上貴賓就定位之後呢 請這個工作人員 幫我們送上這個大大的手拿牌 來 也一起呢 邀請大家 為地球做一件好事 非常簡單 瘦子剛才提到過 板子往下扣一點 對 往稍微前方一點點 OK 來 我們先看一下正前方 謝謝今天 所有的好朋友 玉山銀行 怎麼不是210天 因為他就叫我21天 挑戰就是21天 可是我覺得就是應該講說 之後不一定會到21天吧 可是就是 我覺得養成這種飲食習慣 就每個禮拜你可能就是留個兩天三天 讓自己就是吃一點就是 多吃一點蔬菜啊這樣子 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 就像我剛才講 我覺得可以讓它變成你生活中一個情趣 就是我這個禮拜就是會有兩天的時間 我就是要去找一個好吃的素食餐廳 對 我覺得那也蠻不錯的 對吧 那對自己身體上有沒有最大的改變 你自己覺得身體上有變化嗎 會影響你健身嗎 其實老實講 完全沒有什麼太大差 因為像有些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需要還是需要動物蛋白 才會增強你的肌肉嘛 對 那其實事實上植物蛋白 以植物蛋白來講 攝取量你只要足夠 其實它還是一樣是OK的 那你在運動上面的狀態不會有什麼影響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你剛剛講到一個狀態很好 就是昏食你也要挑好的 那吃素當然要吃好的 你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讓吃素感覺好像不是這麼的高尚 就是很像摸不著這樣子 會比較享受 你覺得這樣子比較容易享受吃素這個分別 就是去挑自己 其實我覺得應該不是這樣 這是我覺得兩碼子是 就是喜歡吃好吃的 這是每一個人 不管你吃什麼都會想要的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當然就是吃東西就是 不管是吃昏食素 你都比較有委屈嘛 對啊 就是想吃好吃的餐廳這樣子 對 那只是因為 差別只是因為 因為素食之前比較就是比較少愛吃 所以這一次有這個機會 讓我探索到很多新的餐廳這樣子 就是這樣而已 對 那平常你在網路上也會分享哦 比如說去去吧 去挑戰一些酒啊 或者是去嘗試一些新的酒品這樣子 那你覺得跟這個吃素的話 對你來說這個挑戰度差不多嗎 挑戰沒有啊 去吃好吃不是個挑戰 是一種享受啊 對啊 享受啊 對 OK 問一下就是你這次擔任Discovery的愛地球大使 除了你自己實踐這個無餐 每一餐不吃肉 盡量的不吃肉 之外 你可以怎麼樣的呼籲你的歌迷們 日常生活當中也可以簡單的去退和做環保 去救這個地球 其實就是像我講的 就是我覺得很多東西它是一種 呃 它是養成 好 成這樣一點吧 欸 你們你們再擴一點 擴一點 遠一點 然後麥克風 上來就好 一手聲 一手聲 來 這樣可以 我覺得很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我覺得很多的環保也好 保育的觀念什麼東西 那個都是老生常喊的 大家都知道 我覺得我相信每一個人心目中都知道 怎麼做可以做到這些 那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大家都會有一種種害怕 感覺這是一個 就是做環保這件事情 會給人家有種特別高尚的 然後你都不知道把它隔在外面 然後我今天一做 我就要當成一個很完全的環保 你會覺得我可能沒有那麼完美 所以你就會選擇那算了 你都不知道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是一種普世價值觀 就是大家都有的價值觀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怎麼做 我想要講的是 真的也沒有什麼好去在乎別人 怎麼覺得你 你今天你就是想要環保 我今天就是做 那我今天拿一個 我拿一個保溫瓶去裝咖啡 你就這樣裝 你也不要去選擇說 你同事不要說 哇 假掰哦 你現在在裝什麼 不要去在乎這種事情 而且我覺得大家不要有這種心態 能做一點就做一點 他今天就算只是想做一次 也沒有差 總比零次來的好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知道怎麼做 只是我覺得大家就是 不需要害羞 就是你就去做 你也不需要說 因為你做了讓他覺得說 好像你很假掰 你一定要怎麼樣 我覺得這是很輕鬆 很有趣 然後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就像這次 無肉生活21天 它就是個挑戰 你也不要把它當著 就是多偉大 你要救地球什麼 你根本就不了什麼地球 但是呢 你把它當一個有趣的事情來做 大家都來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可能我們真的可以做到一點什麼 對 誰知道 對啊 那社群請問 這是Discovery推出這個地球日的特集 這一系列的節目 有沒有什麼樣的節目是你自己 感覺特別深刻的 其實我 我還沒有看那個 那個潛入深海的那個 對 可是因為我剛才在後面 他們一直在跟我推薦 對 所以我就想說找時間 就是要來看一下 那你自己平常會去海裡面去潛水嗎 我其實就是最近在接觸水費 但是就是剛開始這樣 那之前就是之前 然後反正就是 不然我本來就喜歡就是去海邊 然後我喜歡就是下水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對於就是海洋生態啊 什麼東西 我就是 我也有一樣的意識 會覺得說 希望說可以去保護這些生態這樣子 對 那你會醞釀這樣的歌 也許未來會不會醞釀說 你這幾天的體悟 或者是在這過程當中 會不會醞釀一首歌 你有可能嗎 哦 絕對有可能 絕對有可能 我覺得 對我來講 生活中每一件事情 它都會是 都會是一些能量 對啊 就是累積在一起 這樣子 也一定會出現在我之後的創作裡面 一直以來都是 對啊